英國過去一日多近3萬6千人確診新型肺炎創單日新高 衛生大臣夏國賢警告新變種病毒已經失控 法國和意大利等超過10個國家 宣布限制來往英國的交通 包括禁止英國航班入境 首相約翰遜將會主持緊急會議應對 梁翠山報導 英國日前宣布發現新的變種病毒株 傳染力高超過七成 丹麥、荷蘭、澳洲和意大利都出現新病毒株引致的病例 多個國家為了阻止新病毒株傳入 宣布限制來往英國的海陸空交通 荷蘭、德國、比利時、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等 禁止所有英國航班入境 來往英國、比利時和荷蘭的歐洲支星列車也暫停服務 其中意大利和法國禁止近期曾經逗留英國的人士入境 紫克亦要求強制隔離由英國入境的人士 世衛表示正是和英國官員密切聯繫 了解新變種病毒株 會向各國政府和公眾公布最新資訊 英國過去一天多近3萬6千人染病 超過八成都是來自英格蘭 全國累計超過204萬人確診 但是, unfortunately,這個病毒,新疾病,已經出現了 我們必須得接受到控制 而且它唯一方法可以做到 是按照相關的社交通 今天是更重要的比以往 讓人們負責任職業 並且不僅僅守在樓盤 但甚至在樓盤 申閡社交通 尊重相關 因為這才是非常嚴重的 政府科學顧問表示新病毒株比現有的更具傳染性 但相信會引起更嚴重症狀和影響疫苗效用 德國號召歐盟成員國在星期一就新變種病毒株舉行緊急會議 歐盟同日也會審批輝瑞疫苗 有線電視記者梁翠山報導